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狼头从后方袭击 正在执勤的远警攻其不备 尽管人往前倒 但嫌犯不罢休又再次丢职才逃离现场 案发后五小时狼狈落网 这起离谱的袭警事件就发生在去年 高雄三明区大顺二路民族一路口 当时嫌犯被警方依杀人未遂罪移送 初步征训他坦诚要原警死 甚至有抢枪的念头 但后来又改口是喝酒情绪不稳才会乱语 而经过高雄高分院认定他若有意杀人 捡起狼头占有优势可继续攻击 不会骑车逃逸 抢枪等供词前后矛盾 才会改依妨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尽管事后遭伤害的远警恢复良后 目前也将尊重司法判决 但造成的伤害已是事实 民众也替他打抱不平 不论风吹日晒雨淋 甚至疫情期间 还要加入各种逮居间 落跑勤务 但没想到好端端的 占交警勤务却惨遭攻击 外界也希望能重判 避免再有人效仿 类似的事情会重新上演 《华视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